这阵的七王李茂真在《不良人》第30集中正式登场,开场白十分霸气 本王在此,王贝为奸者,龙泉篡位者,倒行逆施者都要死 仿佛他李茂真是一个一身正气的好男人 看到第32集才知道,最后就是一个家暴渣男 市场三级,把他的亲妹们移帝,把他内伤外伤都全了 渣男归渣男,李茂真的实力还是有的 整个主角团连手都打不过他 李茂真到齐国,以当年的兄妹强,骗女帝带他到藏真龙拳宝盒的地方 李星云等人早已埋伏好等着他 李星云,陆林轩,张紫芳,还李存毅,汉拔,侯兴,和幻影房一众美女助阵 都难,李茂真没有办法 混战中,趁李茂真见到有金盘有些诧异,汉拔上去一拳打死李茂真 李星云亲自验证,李茂真确实死了 可是李茂真的尸体只在地上躺一躺,没多久就诈尸起来了 这次他没有大意,一个人轻松单条主角团拿走了宝盒 但其实,胡青已经预言了李茂真未来的下场 李星云见到十二栋的强大 有些担心李茂真带着十二栋的其他帮手来 胡青却说那是不可能的 当年胡青离开徐宁教之后 也去苗教浪过几年,为了学习音力预补 胡青也找过十二栋 根据胡青的理解,十二栋确实厉害 很十分神秘,进入十二栋的人是不能出来了 所以李茂真只能是偷跑出来的 十二栋不可能帮他 那么对于逃跑的人,一定有什么惩罚机制 保则十二栋也没法保持神秘这么多年 李茂真从苗将跑出来,乖乖躲起来还好 现在看他这次死的样子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会中原了 所以李茂真最后的下场 很可能就是被十二栋就地清理门户 或者连回苗家去清理 反正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